Hello 大家好,我是尚餐,我是尚餐,我是尚餐的頻道 那麼今天我們會帶來悲迷糊復刻的一些相關資訊 首先這次即將在2月14號到2月23號進行復刻 那跟之前一樣,40抽會保底一張悲迷糊 但跟之前不一樣的是 你首次獲得悲迷糊將不會額外再送你一個免費的武裝龍刻喔 所以如果說你要拿到這免費的龍刻的話 應該現在就只能拿悲迷糊去做成秘術圖偶了 這個跟之前不一樣,大家要非常注意 那這一次的復刻,股幣封印跟股幣交易也會同步的開放 接下來我也跟大家聊聊我們這一個復刻的想法 首先,我認為悲迷糊在現在其實沒有到210的那麼高的價值喔 畢竟復刻了喔 在現在其實是倍率膨脹的時代喔 動不動基本都擺一起跳 所以我覺得在今年來講喔 倍率應該會越來越崩壞 那悲迷糊這一個比較靠有限制才能到達高傷害的這種隊伍 會越來越不給力 所以現在抽的話,我覺得要三絲 他可能沒有想像中的這麼高的價值了 除非你今天石頭超過400顆,有多的石頭 缺了一個速刷隊長,再抽會比較好啦 因為說實話,悲迷糊不當隊長 當隊員的價值我覺得沒有想像中的這麼高喔 所以這張卡片真的是有缺隊長再抽就好了 那如果你今天只有抽到一張的話 我建議你留著,不要做龍科 有多的再做龍科就可以了 或許你曾經聽過這樣的一段話 所以也可以算是一個非常好用的隊長吧 所以我個人認為有這些隊長的話 悲迷糊真的不一定要入手啦 那麼接下來為大家介紹黑金專屬的武裝龍科 這個龍科三維基本是10%的加成 並且所有的暗隊成員都可以帶這個武裝龍科 讓他常駐的必然增加轉述時間一秒 並且在入場的時候帶這個龍科的角色可以CD-1 還有自身是人類的話 這個生命力機值在額外1.15倍的加成喔 所以他其實是最適合暗人使用 但今時之後發現所有的暗隊都可以帶這個龍科喔 因為他這個三維加成10%實在是太香了喔 所以現在什麼暗隊成員啦 像是基層啦,甚至到哥吉啦 以諾,九分王,全部都可以帶這個武裝龍科 所以你會發現到暗隊其實有很多很好用的隊員喔 帶這個龍科是超級的加分 但現在也推出了蠻多免費的龍科 像是以這個腐化龍科為例 就這個神主腐化嘛 雖然說生命力加成沒有那個黑金龍科來得多喔 但是他攻擊力加成也是蠻誇張的喔 好,那再來獸類也出了一個腐化龍科 那個生命力加成就跟那個黑金的一樣喔 而且他這個還可以減CD 所以對於獸隊來講 我覺得也不一定要那個黑金的龍科啦 那反倒是龍類就有差囉 因為龍類整個生命力比較多嘛 那這個專屬的免費龍竹龍科也加5%生命力而已 所以這時候暗屬性龍類就 反倒是比較適合帶這個黑金的龍科了 那再來這個龍科也沒有進場減CD 所以整體來講 龍竹真的還蠻適合帶這個龍科的 那暗人本身當然就最適合啦 尤其是以諾 這種生命力這麼高的卡片 帶這個龍科還有加生命力 可以說是再適合不過了 那當然最適合還是悲迷糊自己帶這個龍科啦 所以總言之你會發現到 這麼一分心下來 這個龍科雖然是加分 但是免費龍科 我覺得也不會差到哪裡去了 所以今天如果說你真的只有一個黑金的話 還是建議先留著 有多的再做這個龍科就可以了 接著為大家介紹悲迷糊的核心隊員 那第一個核心隊員是暗龍史 那暗龍史帶有的話 隊員就比較偏龍竹的組法 像是基層啦 或者是毒龍 所有龍竹牛棚基本上都可以帶 那第二個思路是以獸隊為主的隊員配置 像是月狼合體就很適合 那我個人覺得悲迷糊的專武 應該是這張免費卡 本耶普 他本身雙技能都帶有這個增傷 甚至這個技衣還是界王拳 所以你會發現到現在很常出什麼數字盾啦 或者是要消幾組珠子的這個敵方技能 這時候你開本耶普 那個傷害就會有效的提升 因為悲迷糊真的很怕這種盾啦 悲迷糊要手消一康那個傷害才會出來 所以本耶普我會覺得 大家有玩悲迷糊是一定要入手的卡片 那這個剛好是免費卡 所以其實你發現到 要玩悲迷糊 你隊員真的好像不一定要太有 那當然你也可以帶牛魔王啦 或者是達格 這種好穩的隊員卡都可以唷 那麼接下來要為大家分析悲迷糊 需不需要複製人 我個人覺得不用啦 當隊長其實一張就很夠了 當然今天要複製人也覺得OK啦 因為常常看到悲迷糊 他開創他的主動技能 欸增傷就很高 所以今天如果說你悲迷糊 隊員再多帶一個悲迷糊 那會增加通關的爽感 所以我覺得游王的話 是可以複製人的 但最多也就兩張就好了 那我覺得正常人如果有多的悲迷糊 我個人會選擇 把多的那一張變成武裝龍科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這種 好用的武裝龍科 才是會更實用的 以上大概是我個人的一些建議 好的那麼以上就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如果說你還喜歡這種 全字幕的金字影片的話 不要亂開按下你的喜歡 給我們辛苦的製作餐隊 讓我們更有動力製作這種全字幕的影片給大家 也別忘了按下訂閱按鈕 我們現在正在充40萬的訂閱 謝謝大家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 最後來推薦一下你看過這部影片嗎? 40分鐘一口氣講完神魔劇情 從一風王到十一風王 以諾趴塔的全故事 還沒看的朋友趕快去看 我做了很久 拜託了各位 除此之外還特別將影片錄製成CD 永久的給大家收藏 以及一套以諾趴塔的紀念勳章 限量50柱 售玩為止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請到影片底下的連結購買 謝謝各位 到晚了 請到晚了 沒有 沒有 我們在這裏